第二章 如何做功课 从皈依开始 无论你的工作多忙 每天都应当拿出一定的时间来修行 这对我们将来的解脱非常重要 很多人皈依佛门后 还要继续扮演自己在社会家庭中的角色 但是不论你在世间做什么 都一定要把从轮回中获得解脱 作为人生的最终目标 没有这份出离心 是无法摆脱痛苦的 关于轮回的痛苦 我们应该深刻了知 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主要障碍 就是我们无始以来 因无名而形成的习气和造下的业障 虽然佛菩萨已经为我们宣说了清净业障的 不多法门 但只有我们将这些教法真正的富逐实修 才能得到佛法的殊胜利益 所以 释述释迦牟尼佛也曾经说过 无谓如说解脱道 当知解脱依自己 要求大家马上舍弃世俗生活 去山洞中闭关修行 对很多人来说 是不现实的 但我也不希望大家 以世间生活作为理由 放弃修行佛法 不要以为只要皈依了 就万事大吉 日后的解脱就打保票了 皈依后一点也不修行 是很难有进步的 所以我想从皈依开始 不论你的工作多忙 每天都应当拿出一定的时间来修行 这对于我们将来的解脱非常重要 每天修行的内容 一般来说是按照上师的要求 或者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 通常包括静坐 观想和念诵经文 即佛菩萨的咒语 这就是我们佛教徒所说的做功课 大家都知道 经文和心咒都是佛菩萨 为利益众生而宣说的金刚语 对我们相续的改变 有着不可思议的加持 功课 包括每天早晚固定时间做的早课 晚课和非固定时间 时送的心中盛号 做早晚课之前 请大家尽量关闭手机 电视 电脑 拔掉电话线 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凡复的心 非常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我自己对此也深有感触 有时在做功课时来电话 接也不是 不接也不是 非常为难 让大家关掉手机等 就是要尽量避免这些干扰 几年前 扎西池林为了工作方便 给达森刊部 配了一部电话 但没过多久 看不就说 电话对修行人的干扰 实在太大了 他把扎西池林的出家人 召集在一起 对大家说 扎西池林是真正修行人住的地方 葱达和干增尼玛两人 因为工作原因确实需要电话 但其他人不需要 说完 刊部从地上 看不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把电话机砸了 从那时起到现在 扎西池林除了 沙通达和担增尼玛外 其他的出家人都没有手机 也不允许安装电话 去过扎西池林的人都了解 达森刊部是非常好的修行人 连他都感到电话对修行的干扰 我们作为普通人就更要注意 除了以上所说的干扰外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还会遇到其他各种各样的干扰 这些干扰时时刻刻扰乱着我们的心 你们不要以为只有面目可不 张牙舞爪的形象才是魔鬼 其实所有干扰修行障碍解脱的事物 都是魔王波勋的画线 他经常隐藏在看似平常的事物后面 扰乱我们的心 如果不能认清他的本质 就很难得到解脱 准备好后 开始做早课 一 先在佛堂供水 供香 并于佛像前顶礼三次 礼必以皮鲁七法的做事 在禅殿上安坐 所谓皮鲁七法是 一 做事 两腿都盘起的金刚加福坐 如果做不到 半加福坐也可以 加福坐能够让身体很快获得清安等五种功德 二 身体要正直不能过于前驱或后娘 这样可以不升起昏尘调举 在密宗当中说 身若正则脉正脉正心也就正 三 头要稍微往前低 四 眼睛微闭 垂视鼻尖 五 舌尖底上额 六 两手臂要展开 肩臂平起 不要内收 七 双手要结定印 气息缓慢出入自然 建置 微细无声 这样 让自己的心沉静下来 安住一段时间 二 然后开始对呼吸做调整 具体方法是 先以左手的拇指压住左手的无明指根部 其余四个手指依次压在拇指上 这样手就攥成了一个拳头 这叫金刚拳 左手握好金刚拳 将金刚拳压在左腿根部的动脉上 然后右手也以同样的方法握成金刚拳 并用右手的食指或中指压住右侧的鼻孔 让气息从左侧鼻孔呼出 此时观想自己 无时以来所积累的业障 在身体中变成黑色灼气从左侧鼻孔排出 如此缓缓呼气三次 接着 以后用右手的金刚拳压住右腿根部的动脉 用左手金刚拳的食指或中指压住左侧鼻孔 用右侧鼻孔呼气三次 观想同前 最后 用左右手的金刚拳 同时压住双腿根部的动脉 用两个鼻孔同时呼气三次 观想 也与前面一样 之所以握拳并压住无明指的根部和大腿根部的动脉处 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有两个脉压住它 可以让我们很快断除杂念 心安静下来 三 气息调整后 开始回想自己昨夜的梦境 如果在梦里做善事 说明自己修行有了一些进步 应当升起欢喜心 并观想将这些功德供养上师三宝 回想给六道众生 如果在梦中做恶事 说明修行不是很精进 要立即忏悔 并祈祷上师三宝的加持 四 然后开始修上师瑜伽 常有人问我 观想上师 是观想上师本人的形象好 还是把上师观想成本尊好 这要依你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 如果你真正相信自己的上师 就是佛 是佛以人的形象出现 来度化自己 对此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那么你可以在修法时 直接观想上师本人的形象 如果你只是把上师观想成佛 而对于上师就是佛 这一点仍有疑惑 修法时 则可把上师观想成本尊 或者 你虽然对上师就是佛 还有疑惑 但直接观想上师 比观想本尊 更让你觉得有加持力 那么 修法时 也可以以上师的形象 做观想 观想上师 在自己头顶正上方 面向前方 或在 离自己头顶 一肘高的斜上方 面向自己 或者把上师观想成本尊 同样 在上述位置 如此 一边观想 一边念诵 上师瑜伽 念完后 开始 祈祷上师 上师 若有心咒的话 此时 也可以 念 上师心咒 念诵 结束后 观想上师 变成一个明点 由头顶 融入自己心间 这时 想 希望自己 也和上师一样 功德圆满 然后 观想自己的心 与上师的心 无二 无别 安住一段时间 出定 入定时间 可长 可短 由个人能力决定 上师瑜伽 是一切教法的源头 直知 著法 实相 虽是 无上 究竟法门 却 一懂 一行 随时随地 都可以修持 每天早晨醒来 观想上师 从心间的莲花中 悦然而出 如鱼儿跳出水面 活泼而利索 一下升至头顶上方 晚上睡觉时 右侧吉祥卧 观想上师 从头顶 进入心间的莲花上 上师身体发光 照亮自己 及周围的一切 吃饭时 观想上师 在自己的喉部 美味的食物 都尽情上师享用 走路时 观想上师 在自己右肩的上方 感受快乐时 想到 这是上师的恩赐 生病 受排挤 被诽谤等 处于逆境时 想到 这是我的果报 慈悲的上师 加持我 让我 在还有能力 倾尽 以往业障的时候 经历这一切 抓住机会 体验 他人的痛苦 从而 更快的 升起 菩提心 也可以观想自己 变成 一个五色明点 迅速融入 上师心间 上师不断往上升 越来越高 越来越远 如此观想 安住于 自心 于 上师心 无二 无别中 总之 把 行 住 坐 卧 间 一切 所见 所闻 都 观想成 上师的 化现 这都 源于 上师 就像 阳光 源于 太阳 经常想 上师的 功德 上师 对自己的 恩德 并 诚心 祈祷 上师 或 念诵 上师的 心中 相信 上师 没有一刻 离开过自己 因此 对上师的 恭敬 也 不要有一刻 懈怠 五 早 课的 上师 瑜伽 修完后 就可以开始 念诵 功课 一般情况下 大家可以按照 潜密 念 松 集的 顺序 集 从 第一页的 瑜伽 池 开始 念 诵 然后是 八吉祥诵 供养 以鬼 普贤行 愿品 七之共 发心 以鬼 大自在 祈祷文 文书 礼赞 释迦牟尼佛 修法 以鬼 等 在念诵 前 先熟悉 诵词 汉文的 意思 然后 按 藏音 念诵 这样最好 如果 暂时 做不到 需要 尽快 的 熟练 除 以上 这些内容外 还有 金刚经 这部经典 可以说 涵盖了 般若法门的精华 任何一个人 要将 大藏经中的 大般若经 念诵一遍 都非常困难 但 念诵一遍 金刚经 也就 十几分钟的时间 却与念诵 大般若经 有着同样的功德 经常 修持 念诵 金刚经 可以 让我们迅速 清静 无始节以来的 业障 开启智慧 所以 我在给大家 结缘 金刚经 法本时 要求大家 最好 每天 都能 念诵一遍 心经 更是 文字 简短 意义 深远 以前 有不少 出家人 就是在 念诵修持 心经时 开悟的 并显现出 许多 不可思议的行为 还有 随念三宝经 这部经典 可以让我们 意念 三宝的功德 对三宝 升起 感恩之心 在 藏地 一些寺庙 召开 法会前 全体 僧众 都会 共念 这部经 三十五 佛 忏悔文 对于我们 清静 身 语 意 三门 所造下的 业障 也有 很大的 帮助 刚才 我提到的 这几部 佛经 文字 非常短 每天念诵一遍 应该 很容易做到 另外 大家 还可以 根据自己的情况 念诵 大圆满 积道果无别 发愿文 开显 解脱道 极乐 愿文 上师供 修法 以轨 等 法王 如意宝 说 上师供 非常殊胜 能 加持 修行者 迅速 开悟 按 上师 瑜伽的 方法 修 上师供 也可以 六 早课 完成后 根据 自己 修法的情况 在一天中 随时随地念诵 本宗修法 和本尊心咒 并认真计数 二 晚课 一 晚课时 应该 再在佛堂共乡 顶礼 二 之后 开始回想自己 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 是行持了 是行持了善业 还是 造下了恶业 对于 所行持的善业 应该欢喜 并将功德 供养给 上师三宝 对于 所造下的恶业 要 立即念诵 金刚 萨朵 百字明 忏悔 根据 普贤上师 言教中 所说 如果 我们每天念诵 二十一遍 百字明 恶业 不会增长 如果 每天 能够念诵 一百零八遍 百字明 一天 所造的恶业 全部 可以 清静 所以 每天念诵 百字明 忏悔 自己的业障 非常重要 三 供护法的人 应该 先供护法 然后 回顾 检讨自己 一天的行为 四 一天的修行 结束后 念诵 普贤 行愿品 回向 发愿 五 最后 入睡前 观想上师 由头顶 进入心间 放大 光明 或把上师 观想成 本尊 心中 手持住 善念 入睡 三 禅修 另外 一天当中 至少要禅修半小时 方法很简单 已经 正悟 心性的人 先祈祈祷上师 再 安住于心性中 安住片刻后 从 定中 出来 再 祈祷上师 再安住 如此反复 修持 至少 半小时 还没有开悟 还没有开悟的人 大圆满石 就是这样 要求我们的 你们现在 也应该 按这个方法 去做 以上 所讲的就是 我们 做功课的 一些 基本要求 做任何一件善事 包括做功课 都应该以三殊胜 设持 大家如果每天都能坚持做功课 我想 用不了多久 你们的心相续 就会有改变 复明心 和菩提心 也会有 很大增长 这是很多人的修行经历 都证实了的 也许 有的人认为 自己 平时工作很忙 每天念诵 这么多内容 会很困难 不如 等到将来有时间 或者 退休以后 再修 有这样想法的人 可以认真地想一想 谁能保证 你能活到退休 又有谁能保证 你能 将来 会有时间修持 扎西池里 山脚下 有一户人家 住着兄妹二人 和各自的家庭 妹妹有三个孩子 非常可爱 每次我的车 经过他们家门口 孩子们都会跑出来 欢快地朝我招手 上个月 上个月 这家的哥哥到学院来见我 说他妹妹 也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前几天突然死了 请我为他超度 他哭着说 本来一家人 那天上午 去参加姐姐的婚礼 不知有多开心 谁也没有想到 他下午回到家 就死了 妹妹 才27岁 她这一辈子 也没怎么 修佛法 唯一的安慰就是 扎西 池林 在附近 妹妹有时 会去那里赚金 积累了一点功德 你们看 人生就是这样 无常 是不会因为你年轻 你热爱生活 你的孩子还没长大 就不降临 抓住当下 精进修持 才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 应该做的 我这里所讲的功课内容 并不是很多 如果专心念诵的话 不到一个小时 就能完成 我们学佛人 追求的是解脱 和利益众生 如果每天用一个小时 来完成功课 都做不到 那么 你的相续中 就还没有真正升起 信心 和 出离心 有出离心的人 平时在忙 也一定会抽出 时间修行 没有出离心 可能今天做功课 明天 就不做了 这样下去 虽然 归一了 也不会有 很大的进步 今天这样 一年后 还是这样 直到最后 死亡 来临时 也不会有 多少变化 所谓的解脱 成了一句空话 到那时 自己怎么后悔 也来不及了 所以 我希望大家 平时 无论多忙 每天 也一定要抽出一些时间 来完成功课 这是一个佛弟子 最起码应满足的要求 西阿荣博 2008年8月28日 藏力6月28日口述 9月5日增补 弟子记录整理 今天 就读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收听 下次再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